大家好,今天是8月19日 回到明报布尔买新击的时间 今天和大家去看看上证指数和新加坡A50 我们看到上证指数都是上不了 过去那几天叫做反复横行 在8月12日,上个星期五 最高做到328,收回3276之后 其实今个星期不断在横行 最好是星期三做到3296 但他都是上不了50天线,承接不了上去 相反到现在,今天最低下的是3263 技术上基本上回到上个星期收市价 上个星期收3276,现在都是3277 基本上是上不了去 暂时看,如果他上不了去 现在你都可以说他叫做横行 但是似乎是上升的动力不足够 横行一段时间,如果他都上不了去的话 后市会有机会慢慢下降 看看新加坡A50 你看到新加坡A50过去的五天 星期五、四、三、二、一 上个星期冲到上去的1374 但他冲极都冲不到上去 100天都还未有一天高升在上面 和上证指数一模一样 上不了去之后,昨天跌下来 现在就站在13658 同样都是接近上个星期的收市价 基本上整个星期没移过 后市怎样看呢?同样都是 你冲得穿上上面,当然我们有权看高一点 否则的话,你这个跌势 横行消化了这个跌势 后市如果再drop下去 我们会有机会再看深一点 下去13200、13100 这些水平 暂时来说,除非他后市可以能够冲得穿100天线 或者30天线 站上去13800以上 否则的话,后市我相对地 是比较淡一点的 跟A股相类似的,如果A股一天都冲不到上50天 你看看周线,基本上是反弹到周线10个week上不了之后 后市是会有机会转回来的 一旦转回来,我们有大机会再试多次200天、250天 你可以说大型横行,但是我们看到它上升伐力 就是这样,相对的高位之下似乎是上不了的 所以大家就留意一下A股或者新加坡A50 去到现在这些水平,在上网空间不足够之下 横行都是对它不好的 后市是有权走下去的 就是这样,好不好 今天就这么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留言给我吧 拜拜